你好 歡迎收看6月12號大花蓮地方新聞 我是盧宇慧 花蓮現在今天新增了664名的確診個案 衛生局表示說 6月連續兩個週末來做比較 花蓮的確診人數有稍微趨緩的趨勢 同時也告訴大家 在13號星期一開始 家用快篩試劑的實名制是取消身份證 單雙號的限制 可以提升民眾購買的方便性 12日疫情指揮中心宣布 花蓮新增664名確診個案 花蓮縣衛生局表示 將花蓮6月兩個週末的確診人數做比較 上週末1988人和這週末1738人 花蓮疫情有些微的趨緩 並提到布立花蓮醫院 最快渴望在下週恢復門診 也提醒民眾13日週一起 取消快篩試劑名制單雙號購買限制 我們的6月初的時候 等於6日 兩天加強的人數是1988人 而我們昨天跟今天加強是1738人 所以由這個樣子來看 跟上禮拜同時段來比較 我們少了250個人 所以整體來講看起來我們的疫情 仍然有時候朝向一個緩降的趨勢 一個趨勢 所以讓我們相親可以安心 那如果把我們的11號跟11號 這個確診人數加起來1738人 那最主要的通報的個案點還是在我們的診所跟衛生所 佔了66.2% 也就是三分之二的確診個案 那通報的地點就是在我們的衛生所或是我們的診所 那從明天開始 那我們的布立花蓮醫院 他的門急診就會開始逐步的打開 那他們也會開始規劃 把他們的病房 專程病房轉回 成為一般的急性病房 開始收治一般的病患 那我想這是因為北區的空床數 醫治單只有四成多一點 所以確實要把一些專程病房挪出來 讓我們一般的病人可以來使用 加上快篩的食品制 從明天開始取消購買的時候的單雙號的限制 也就是說你只要健保卡到我們的社區藥局 都可以去買居家的快篩試劑 一份是5G一個500塊